其實要打擊敵人 最大的武器是什麼 就覺得他們覺得穩贏的項目 我們可能就把他弄起來 就今天 脫皮秀啦 勢均力敵啊 這關鍵呢 兩個球 這樣誰打這一分誰停牌 啊 耶 好球可以可以 五對方球 0比0 好球啊 開始 還累嗎 還累 哇 結果呢 一開始紅隊就發球被抓了 犯規 來這節目就是要把你的運動能力 展現給大家看嗎 這是這節目的宗旨初衷 精神 那你們來這節目要幹嘛 不屁秀啦 打釋均力敵啊 這關鍵的 兩個球 這樣誰打這一分誰停牌 啊 耶 好 校圍要用這一球 有機會球啊 他真的 有點急了 還想一板打死 沒錯 來到了橘木頂 來 橘木頂 有一個橘木頂的機會 弄他 他不敢殺了 有 又一場新大球大出界外 在地點南雙 黃隊是以11比9 拿下了勝利 黃隊7比3領先 沒有人了 這次不足10比3領先 而且聽牌了七個賽目點的機會 紅盤耶 好有機會 加油 加油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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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黃隊的發球 這一點黃隊是以11比3啦 輕鬆獲勝 參戰兩千之路比賽 黃隊是直落2比0 拿下了桌球項目的勝利 我們真的 沒有打到球 沒打到球 你知道沒有打到球有什麼意思嗎 我們根本不像比賽 我們沒打到球 我們連練習的一層 都沒有發揮出來 真的差太多了 我自己是有點失落 因為畢竟還是我 我的專場的項目 然後也是我自己 下去帶的紅隊 對我來說就是好像 好像徹底被擊敗的感覺 徹底被擊垮的感覺 就是比賽就 輸了 OK 大家說沒關係沒關係 確實是沒關係 給自己信息是好事 沒問題 但是你們要認清一件事 就是輸了 來這節目 不就是要把你的運動能力 展現給大家看嗎 這是這節目的 中指初衷 精神 那你們來這節目要幹嘛 要做什麼 在場上的狀態跟積極度 連我自己都看不出來 你要怎麼交代給觀眾看 說真的我想看到的是 大家的精神 從今天開始我決定 如果真的少於練習 或是態度不好的 我寧願 就讓它休息 讓認真訓練的來上場 我想要看到的是精神